中華家夫中心 基盤一百空人含意度 頂學期中華家夫將做學金的目標記者會 擁捨在困難當中 也是努力對救望省的家夫小孩 分享人生故事 慶祝今年剛才到台大的五家庭標示 受到家夫做學人的幫助 以後才能勇敢來對救望省 透過頭色來改變現況 中華家夫中心 輔助大約3300的兵困活動 但是有將近800位對國小國中 集落後研究所的輔助而受 需要做學人就發生的幫助 那我目前的捐款還差了差不多將近300萬 那我們即將在9月2號 頒發給助學金 給這些總共800多位 繳學會比較有困難的家庭的孩子 希望他們在升學的路上 還有就學的路上能夠平安順利 不管是一萬兩萬三萬十萬的一個捐助 對於他們都有很大的幫忙 中華家夫中心的受福而突破困境 今年的生意表現真好 高雄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的中秋月 寄新住民的女兒 他靠到這幾個無人數的精神 成功增進台灣台客 身為家人的驕傲 同樣跟台灣台客 新生林鄉立的 也有來自營增的家庭 那電腦大家用的是裡面的軟體 就是大家是使用 但是使用歸使用 有人要去創造這些東西 我不喜歡去使用別人的東西 我想要創造這些東西讓別人去使用 我們不要因為自己所處的環境不好 所以去怨天尤人 反而我們應該要自立自強 我希望你們可以 就是大家可以設定一個目標 至少有一個目標在前面 會讓你有動力去堅持完成它 從小時候爸爸是家庭的認養人 然後所以每個月都會幫助家庭的小朋友 然後可是爸爸過世之後 就變成家庭中心那一幫忙我跟媽媽 然後就是很謝謝家庭中心的幫忙 謝幸慈當時靠到中華路中 以及台中科技台客給你 因為受到當初照顧爸爸以後人員的影響 最好決定選擇台中科大福利科就他 希望當行為轉押給你人員 幫助更多人 那我想社會上默默付出愛心的 善心人士非常的多 那感謝家庭中心也給我們這個機會 能夠付出一點微薄的心意 幫助更多的小孩在未來的求學路上 能夠更順遂 有善心臨書做做法人做評論 這些孩子可以放心建造網上 然後勇敢王網上前進 他也將在對的社會主委 來變成自己生長幽魂 累積祝散改變他的人生 到現在新聞 亞方有好美 蔡宏寶島